今天是11月16号 这里是广州市天河区 这条是天河路 对面是广州天河体育中心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广州市天河区这边的现场情况 现在时间是来到了晚上的6点多 这里就是天河路与体育东路的十字交叉路口 可以看到这边红绿灯路口的人流与车流真的是非常多 真的是非常的繁忙啊 这惠儿也正是很多上班族刚刚下班的一个时间段 广州天河区的上班族在最近这段时间 也被称为广州的天拳打工人 因为最近广州这波疫情 向海珠区和白云区等受到的影响比较大 而天河区基本上是比较正常 这边每天也是照常上班 不会像别的区那样出现大面积管扣 因此在广州天河上班的人有了天拳打工人之声 看到广州天河路这车水马龙的城市景象 仿佛岁月是一切静好 也愿广州的这次疫情能尽快消散 这边就是天河体育中心南广场 这正前方的那栋高楼是中心大厦 中心大厦有80层 高度391米 也是广州的地标性建筑之一 这惠儿还没亮起夜景灯光 亮灯之后也是非常漂亮 可以看到这会儿也有不少市民过来这边休闲散步和运动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体育西路的现场景后 这惠儿正是下班高峰期 可以看到不少上班族正在前往体育西路地铁站 而这里就是前往体育西路地铁站的天河又一城地下商场 可以看到这会儿人真的是非常多 基本上都是刚刚下班的广州上班族 我们下班的广州上班族 有很多人在这边的广州上班族 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在这边口 fällt 我行 registered 中文字幕提供